今天就到我了 終於到我做這個妝速的挑戰了 今天就是要化一個情人節的妝 因為情人節快到了 有三樣東西在裡面 就是有這個 是The Face Shop的一支遮瑕膏 這個Eye Shadow 是Make Up For Ever的 還有這個 抱歉有點沙沙的 這個是Xiu Uemora的 Lacquer Supreme 是WN05的顏色 其實有時候如果我 知道妝是會化很長時間 譬如一天都要 經常都要開工的話 我有時候都會塗一個Base在底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皮膚 是比較油性 是超級容易出油的 那你知道吧 尤其是化這些情人節的妝 你也是想和你 另一本慶祝去吃飯 那你沒理由 吃飯的時候 看起來會油膩膩的 對啦 然後就 塗完粉 遮瑕膏 眼圈那個 紫紫啡啡的顏色 我覺得用這一隻 而且很多化妝師都教我 是用偏橙的遮瑕膏 會覺得比較好 OK 然後滑眉 那我剛才都說過 其實我自己之前都 嗯 飄 飄了頭眉的 所以其實它本身都是 有些顏色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 嗯 預計了我平時是 自然的 的眉 所以如果化妝的話 我都會補一點顏色 可能畫出一點 然後掃一掃 然後 我還有一盒 在這裡 這次 然後呢 就用我剛才說的那個 嗯 Face Shop那個 CC Cushion 遮瑕其他那些 因為它這個顏色 比起我自己的膚色 是有點 深的 所以我就 混了 混了一個 淡一點的顏色 然後再混了一個 淡一點 淡一點的顏色 淡一點的顏色 那 那 那 就 底呢 就大致上打完了 再補多一點點 同時呢 我呢 都會 塗定 潤唇膏 一邊化妝的時候 就之前塗定潤唇膏 打底 這樣呢 可以等它 一邊化妝的時候 一邊打住 這樣嘴嘴呢 就不會 有點 死皮啊 那些在這裡 因為你 口灰完之後 你都可以擦乾了它 再塗 眼圖就會 貼一點 自己呢 就選擇了這個 palette 因為也是我最喜歡的 顏色 打了底部 我喜歡在牙齒下 我掉了一條尖字母 我會用一個淺 一隻眼色 一隻牙齒 即是沒有閃粉的淺啡色 打了底部 在眼窩的位置 你平常看到眼睛應該凹進去的位置 對 我塗了這個 有一點點啡色 接著就到這個 Make Up For Ever的淺花紅色 然後塗在中間 看到中間這個位置 塑在下面這裡 但是我還沒解釋 為什麼這個是我畫的情人節妝呢 因為我覺得情人節 你會想跟你的情人一起去過這一天 我就覺得男生以我聽回來 都不是說很多喜歡很濃的妝 所以我這個妝也會比較淡淡的 而且我覺得情人節 是一個很Romantic 很充滿愛的一個日子 所以我選了一些比較偏粉紅色系 因為我覺得粉紅色很女生 很有愛的一個顏色 所以今天的妝就是 以一件事做主題 我的ilyeuточ 我跟她說 表情好 對 可以跟她一位 其實在成為 你會不會一般 會不會必須